大家好,在我们回顾马来西亚刚发生的这场城市闪电水带之前 先让我们看看去年底国家气象峰会上气象总监 穆罕默希尔说了些什么 他表示去年底的东北季风期开始于11月 并会在今年3月结束 这期间马来西亚仍会持续发生四至六波的大雨 他的预测倒是蛮准确的 但仍有不少人认为目前应当是进入了雨季的尾声 但气候变幻莫测 谁都没有料到 2022年3月7日下午 马来西亚半岛多地遭逢大雨 更有不少地区突发闪电水灾 造成许多车辆浸泡在水中带来不小的损失 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张马来西亚往年的雨量分布图 很明显的3月往往是马来西亚一整年里第二干燥的月份 仅是于9月份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在比较干燥的年份 3月和9月往往都是我们会碰到烟埋问题的月份 所以可见的3月份在我们的记忆中是属于干燥的月份 而并非是雨季 好,现在让我们看看即使只针对吉隆坡地区 2月更是最干燥的月份 但大家最近都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从今年2月份开始就几乎天天下雨 真的是接二连三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好,让我们来看看水灾资讯站info banjo的资料 3月7日的这场大雨主要袭击马来半岛 并在雪龙地区柔博、吉达和深美兰州带来好雨 雪龙区的巴生河和冷月河 在巴生、雪邦和吉隆坡市区的水位 在3月7日晚间9点仍处于红色警戒水平 此外,柔博州新山的四古来河 吉达州的哥达士达区和深州瓜拉比老的麻坡河 水位也一样处于危险水平 接下来让我们暂时把焦点转至吉隆坡市区 这场闪电水灾事发突然 让许多人措手不及 看来车子浸泡在水中的解难 似乎已经成为雪龙地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有些地区更不是惯性水灾区 气候和环境的多变 让许多人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挑战 这次的水灾暴露了吉隆坡城市地区排水系统的不足 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充沛雨量 正冲击着全世界人口稠密的地区 财务上的损失更日趋严重 其实新加坡在这方面 就以预先为每年升高的海平面做了不少的准备 值得马来西亚人借鉴 虽然昨天新加坡也有部分地区放生闪电水灾 也有车辆浸泡于水中 但受灾面积相较于吉隆坡小很多 图中大家所看到的是新加坡的地下储水池分水取 它的启用让新加坡市区的污解路淹水风险大建 类似这样的设施 其实在吉隆坡多个地区都需要建立 以应付雨量随时都会激增的困扰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柔佛和吉隆坡多个地区 昨天下午所经历的闪电水灾 现在荧幕上所看到的是柔佛古来十九里 至沙令区所发生的水灾 这辆车已经抛锚了 所以是非常之严重的 这里的河也已经满了 建议我们在那边帮助别人 来,大家旁观好啊 现在我们在这个大谷来十九里这里 五巷 这里的村已经淹水了 水流很急,闪电水灾 区别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